沒有住戶反應說 我們的籃球場的籃框沒有網子 自己扛梯子 自己修籃球場 你沒看錯 這就是現在許多里長 要做的雜事之一 請問是什麼問題 我們家隔壁山裡面那個青蛙 一直叫一直叫 都睡不著 接電話解決里民煩惱 但青蛙太吵 這類的妙事也不少 現在行政院內政部要修法 體恤里長們 加發里長年中1.5個月 約七點五萬元 里民真的出車禍了 那他沒有家屬 那需要協助 那我就趕快有時效性 搭計程車衝過去 去醫院去找他 然後陪同他回來 那我不可能說那個計程車費 三百塊 五百塊 還要跟他討 不好意思 這個五百塊 一人一半 兩萬 這很奇怪啊 對不對 這些都是我們的一個 這個必須支出的成本 還要幫忙預約門診 里長就像是另類保姆 回顧過去疫情期間 也是要幫忙送藥送快篩 還有居家關懷 這些村里長事務費 過去只有四點五萬元 後來才調整到現行的五萬塊 我們跟最小的一個 里長落差的人口數 幾乎是十倍 大概就是九百跟九千左右的差別 是十倍 但我們其實這個拿到的事務費 這些是一樣的 所以相對應來說 也會這個負擔上面 會更沉重 更辛苦一點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其實數十年來 都沒有年終獎金 我覺得這就是給我們 一個基本的福利 只是說遲 遲到了很久 現在才出現 終於有人願意重視 行政院長陳建仁證實 目前內政部 正在進行相關修法中 五月二號 將在行政院院會討論 送請立院審議 希望透過這樣的春節慰問金 來讓村里長們 得到更好照顧 蔡英宣 劉盛群 請